第897集 他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毁灭火福都可以反复利用 可这时候他们没别的选择 只能赌一把 如果赌对了 那么他们不用付出多少代价就能重创对手 听到赤云在大喊 岑峰小队的舞者都微微一争 就在这时日 他们亲眼目睹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那幻化成可怕火海的修罗天道法则 突然在半空中凝聚起来 重新画出两张新的火符 飞回到赤云手里 难道 岑峰小队的舞者都感到难以置信 这毁灭火符使用后 竟然又恢复成原状了 岑峰二话不说 直接拿出自己那两张毁灭火符 他不知道自己这两张是不是也可以重复利用 而这时候他也只能袭击于此 岑峰小队所有舞者 一起把他们毁灭火符全扔出去了 一刹那整片天空被黑色火焰照亮 浩瀚的内海仿佛都因为这些火焰而沸腾了 林明把涅槃天福交上去后 便开始买了大量材料 回到自己的神文室中开始练习 林明练习的东西就一个 那就是尝试改造神文符的购文 让这些购文更加贴近修罗天道法则 让他们威力大大提升 或者像涅槃天节符那样 获得一些不可思议的特殊效果 只有这样的神文符才能卖出个高价来 之前林明尝试改造的毁灭火符 只是四品顶尖神文符 虽然效果也很逆天 可林明依旧不满意 因为品级不够高 除非像星级圣地这样跟人打仗 由天尊级势力出面 大笔收购 否则单独售卖 难以快速积累财富 林明的目标是能够改造出一个五品神文符 这是个浩大的工程 五品神文符的改造 比四品神文符可难了许多倍 哪怕林明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经验 可还是举步为尽 林明把自己关在神文室中 又开始了废寝忘食的日子 他在神文台上摆了大量的材料 以及诸多散乱的预解 没日没夜的推演计算 每天不停息的推演计算 这非常非常枯燥啊 还好 有小魔仙经常送来各种养魂汤 也算让林明在枯燥中 感到了一份乐趣和关怀 不过林明也清楚 五品神文符的改造 很难像四品神文符那样一蹴而就 需要分成很多个阶段 每个阶段只完成一部分 林明现在所研究的这部分 只是理论基础 每当没有灵感的时候 林明就会出去做点别的事 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帮神妙天尊炼制一枚养魂丹 一枚足以让天尊使用的养魂丹 起码得是接近无上神丹的级别 要把它炼制出来 这也是极为困难的事 至少以林明现在的炼药水平 还很难完成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流逝 转眼间距离林明交付任务 过去了二十天 在星级圣地前线 十支圣主小队聚在一起 一共一百多人 今天他们被召集在这里 是在开战时总结大会 这样的总结 每个月都会开一回 大家互相交流信息 拿到敌人的第一手资料 同时也商讨战术 做到随机应变 此时在会议现场的一角 一个身材壮硕的大汉 留着一脸的落腮胡子 肩背一对大斧头 说的眉飞色舞 不是跟你们吹啊 当时那场面 你们是不知道啊 对手足足二十一个人 还有两个圣主后期带队 我们呢就十个 人数完全不成正比啊 干他娘的 那个圣族鬼子还想阴我们 队长一声令下 我们就跟他干了 那一战简直是惊天地 气鬼神 都踢着麦克风 大汉说的胡子都要飞起来了 杏头正浓 一个冷不丁的巴掌 突然拍在他背上 一个冷冷的声音随之响起 好好坐着 别吹了 吹嘘战绩的时候被打断 大汉当然不爽 然而他这一回头 看到他背后站着的 竟是他的队长 岑峰 顿时这位就没声了 委屈的说道 队长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哪吹 行了 闭嘴 这次战事总结大会 立了大功的岑峰 却开心不起来 他知道战报是不能隐瞒的 否则是重罪 可他却有一分担心 那就是这个战报呈上去后 他们手中那变异的毁灭火符 会不会被上头给没收啊 他之前旁敲 侧击的也了解了 只有他们队的毁灭火符效果特殊 而其他队的毁灭火符 还是老样子 用一回就没了呀 就在这时 一个高大的中年人 大不踏入会场 此人浓眉虎目 气场强大 他正是星级天宫 天尊弟子 大界界王强者 叫沧水 这十支圣主小队都直接受沧水管辖 他也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 踏入会场 沧水简单的说了几句 开场白就看向岑峰 开门见山的说道 岑峰 你的战报中 说你们小队取得一场大截 你们陷入21人的敌人包围中 而且对面还有两个队长级人物 可你们却反杀13人 并且将其他7人打个落荒而逃 而你们只付出几人重伤的代价 是不是啊 沧水虽然此时满脸笑意 可他的目光却扫在岑峰小队识人身上 这让人感觉这目光就如同鹰死一般犀利 在总结大会上被沧水表扬 岑峰小队的成员都感到了满满的自豪 那场战斗他们确实大获全胜 打了个酣畅淋漓 然而岑峰心中却有着种种顾忌 20张毁灭火符 他们小队却只有10个人 会不会被收回去10张 甚至全都收回去 他咬着牙点头大 是 嗯 好 你们有功 有大功劳 所有人都可以按照军队的规定 拿到赏赐 沧水说话间 岑峰小队的舞者们更兴奋了 不过就在这时 岑峰画风一转又到 那么 我现在想知道 你们 是怎么赢的 岑峰心神一震 正题来了 果然如他所料 总部发放这些毁灭火符的时候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火符有这种效果 深吸一口气 岑峰拿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战报 他上前一步 躬身说道 沧水大人 岑峰已经把战报做好 这份战报可能对战局有不小的影响 不过 在请岑峰大人过目前 岑峰有个请求 哦 请求 是 岑峰语气正重 请求岑峰大人 无论如何都不能收回我们的军用装备 嗯 什么话 我为什么要收回你们的军用装备啊 岑峰见没一条 他隐隐感到恐怕岑峰的战报就跟他们的装备有关 他微微沉吟说道 嗯 只要是发下去的装备 我自然不会收回 谢岑峰大人 岑峰心中一喜 岑峰当着这么多人面下的保证 当然不会出尔反尔 他立刻把战报就呈上去了 他可以不要这次大功的奖励 可这二十张毁灭火符 他们一定是要留下来的 这关乎他兄弟的性命啊 而当沧水看了岑峰的战报后 他先是面色平静 到面露惊荣 再都不可置信 最后他整个人抽 站起来了 他神情激动 不可置信的看向岑峰 什么 可以连续多次使用的毁灭火符 你说的都是真的 沧水说话中气十足传遍全场 一时间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他们都清清楚楚听到了沧水的话 连续多次使用的毁灭火符 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神文符吗 神文符强大 不讲 可造价高昂 又只能使用一次 一个舞者最多有两三道神文符防身 而且只会在两败俱伤的关键时刻 才舍得拿出来用 平时都像藏宝贝般藏着 如果有一张能够不限制使用次数的毁灭火符 那该是什么情景啊 一个小队 一人一张毁灭火符 那还不狂轰滥炸呀 什么对手能扛得住啊 这听起来根本不靠谱 可岑峰小队 在无检员的情况下 大败双倍于自己力量的对手 那就是最好的证明 意识到这些所有小队的队员 这眼睛可都炽热起来了 这样的战场神器 他们也想要 深夜 神文师工会 每到夜里 神文师工会的任务专区都会冷清起来 但即便这里再冷清 苏亚都不会离开他的位置 一天十二个时辰 苏亚无论吃饭打坐或者偶尔的修炼都在这 但从这方面来说 苏亚无疑非常敬业 任何时刻任何人想找他都不会找不到 当然他做的这一点也是压力所致 此时的苏亚身穿一身宽松的粉色睡裙 坐在长柜前 清点着神文符的树木 这个树木 其实他已经清点了太多遍了 根本不可能出错 可他还是习惯性的数一数 会有这种行为是因为苏亚的内心已经焦躁不安 星级天宫交代下来的时间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了 可他收上来的四品神文符仅仅九千张 五品神文符就更少了 只有一千五百张 而总部给他的任务却是完成八万张四品神文符 一万张五品神文符 这差距太大了 神文师接任务的积极性不是很高 这些人原本就高傲无比 他们除了做任务外 还有修炼 还有做研究 材料价格飞涨 又无形中增加了神文师完成任务的成本 毕竟制作失败的神文符是没有材料补贴的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任务交付期限到来的时候 苏亚连一半的定额可能都完不成 可他又能怎么办呢 苏亚的优势就在于他身上的女性魅力 可偏偏败倒在他十六群下的多半是没什么本事的年轻神文师 在苏亚看来就这帮玩意儿甚至连林明都不如 真正的高级神文师却未必会被苏亚的女性魅力所吸引 这些天来苏亚每天对着那些高级神文师赔笑脸 尽可能勾起他们的兴趣 他实在有些疲惫了 把玩着手中的红酒 苏亚的内心却远远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从容 小姐 天宫传令 就在这时 林奇拿着一个金色的令牌走了过来 双手奉上 又是星级令 苏亚心头一跳 每次接到星级令 他都有种不祥的预感 深吸一口气 苏亚叹入感知 扫了一遍星级令的内容 一时间他愣住了 可以不限这次数使用的神文符 我上交的神文符中 还有这种奇异的神文符 苏亚在神文术上也有一些造诣 否则他也不会被派到神文师工会来 他很清楚 神文符想要被连续使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可总部不会在这种大事上乱说 恐怕真有人发明了可以多次使用的神文符 会是谁呢 苏亚首先想到的就是神文师工会那些顶尖神文大师 甚至是会长级的七品神文师 可似乎这些人都没有怎么接过星级圣地的任务 以他们的身份也不屑于做这些呀 难道是顶尖的六品神文师 苏亚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六品神文师倒要接任务的 他继续看下去 然而很快他把这个想法否决了 星级令中有关于那张可以多次使用的神文符的幻象流影 苏亚一眼就看出那是一张四品神文符毁灭火符 六品神文师接任务不可能接毁灭火符啊 毁灭火符 苏亚的记忆力非常好 他甚至能够记得这些天来都有谁接过毁灭火符的任务 然而回想起来这些接受毁灭火符任务的人一共大概就五六个人的样子 实在没有哪个人像是能够完成这些不可思议的事的 总不可能 是他吧 苏亚心中莫名其妙的想起林明 然而旋即他又自嘲的摇了摇头 自己是神经过敏了 他才多大岁数啊 还不到百岁 神文师级别也大概就是三品 苏亚正想着 而就在这时 他脸上的表情突然凝固了 他甚至下意识的捂住了小嘴 他分明在星级令中记录的毁灭火符幻影残像中 看到了文刻在神文府右下角的小字林 林 难不成真的是他 意识到这个可能 苏亚整个人呆滞了 要找林明是吗 苏小姐请稍等 我查一下 在神文市租赁区 身穿长裙的服务小姐甜美的笑着 为苏亚查找林明的房间 五品神文市28号房 福务小姐爆出了林明的房间号 这么晚了 林公子可能已经休息了 苏小姐确定要拜访林公子吗 是 苏亚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福务小姐言嘴轻笑 苏亚是神文师公会今年最惹眼的美女 今天深惊万叶的 她穿着这么性感的粉色睡裙 独自一个人去林明的房间中 想做什么呀 这总会让她这样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产生一些奇妙的联想 当然 这个想法 她是不会表露出来的 看到福务小姐眼中闪过那一闪即逝的 那种色彩 苏亚便知道对方在脑补什么 对此 她根本就懒得在意 此时她脑子里乱乱的 她不知道 如果那张毁灭火符 真出自林明之手的话 她该怎么面对林明 在苏亚的记忆中 整个神文师公会 姓林的就不多 因为这个姓是魂族很少有姓的 而在人族中相对普遍一些 有会背百家姓的 可以背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是魂族神文师制作出自己的神文符来 断然没理由在神文符右下角 坠上个林子吧 可是她一个三品神文师 又年纪轻轻 怎么可能发明出这样离谱的神文符呢 苏亚脑中盘旋着乱七八糟的念头 就这样她来到了28号房门之前 林明的贡献积分始终是零 这也就使得她只能租赁这种不需要贡献积分的 五品神文师 看着这一扇紧闭的石门 苏亚心情复杂万分 她犹豫的伸出手 向石门上的传音阵法按了下去 此时在神文室中 到处散乱着凌乱的材料 还有诸多没完成的神文符 而在神文室墙角的一张石床上 却洋溢着淡淡的春色 上交毁灭火服的任务后 林明在神文室中苦悟一个月 总算将五品神文符的改造 弄出了一点眉目 今天林明也算完成了理论基础 工作告一段落 他便与小魔仙一起双修天道极乐 而就在这时 林明却听到了神文师大门阵法传来的声音 有人在敲门 这个时候了 什么人会来找我 林明微微醋眉 一般来说神文师进入神文室后 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工作状态 贸然打搅并不礼貌 何况现在已是深夜时分 前来拜访就更唐突了 谁来了 小魔仙脸一红 扯过床边的衣裙 遮住了他完美的桶体 他来林明的神文室不少次 还从来没遇到有人拜访过林明 不知道 林明心一动 穿好衣服 走过去开门 随着咔咔咔的声响 石门开启 看到门外站着的性感家人 林明一时间愣了一下 林公子 苏雅虽然此时心中极度尴尬 可他还是露出了甜美妩媚的笑容 此时的苏雅 穿着粉色的薄纱睡裙 胸口露出大片的血白 而那薄纱下 也能隐隐看到红色的抹胸 和那高条浑圆的长腿 如此性感的穿着 又是深夜时分 再加上苏雅脸上的妩媚笑容 足以让绝大多数男人血脉膨胀 原来是苏小姐 林明看到苏雅 已经大致猜到了他为什么事而来 不过林明却没有点破 而是站在门口微笑问道 苏小姐 有什么事吗 感受到林明并不怎么欢迎的语气 苏雅不以为意 而是妩媚的看了林明一眼 用苏软的语气道 怎么 林公子不请我进去吗 此时此刻 这样的打扮穿着 又是这么销魂的语气 没哪个男人会拒绝 然而苏雅没想到的是 就在这时一道淡淡的女声响起 你现在进来 似乎还真不方便呢 随之 林明身后走过来一个身材卓越的黑衣女子 她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以玩味的口气说道 这不是苏小姐吗 怎么 这么晚了 你来找我们家林明做什么呀 小摩仙有意咬中了我们家林明这几个字 有明显的示威的味道啊 看到小摩仙后 苏雅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她没想到小摩仙也在 而且此时的小摩仙脸上透着淡淡的飞红之色 再加上房间里洋溢着那股淡淡的春意 苏雅已经猜到林明和小摩仙刚才在干什么了 这让苏雅极度无语 不是怎么这么巧呢 你说